新北市長侯友宜高票連任之後 外界持續關注他2024的動向 如今就有消息 指出說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私下密切跟侯友宜來聯繫 當然這包不包含勸進他選2024呢 來聽一下侯友宜怎麼說 郭董是一個對新北市很重要 在智慧製造 以及在科技產業裡面的領導人 那當然我們新北市的經濟發展局 以及各項產業 都常常有機會跟他來做一個情意 所以也期待郭榮在這裡 給我們新北市更多的注意 給我們新北市多加油 讓新北市的經濟蓬勃發展 那他有表達說希望可以支持 你可以更上一層嗎 我們繼續努力 讓新北市會更好 好可以聽到侯友宜是不斷強調說 他自己是的確跟新北市府 在跟鴻海這邊的確是有聯繫 他自己也肯定郭台銘在新北這邊的付出 不過他也不問到說 他到底是不是有和郭台銘聯繫 他沒有否認 只說自己會繼續加油 以上就是講這一個情況